因教育水平提高 加上国人为了打拼事业和追求生活品质 更多国人推迟生育计划 是的 那统计局的数据就显示 在过去30多年 我国生育率最高的年龄层 是25到34岁的妇女 去年则上升到了30到39岁 我国去年的整体生育率 写下历来新低只有1.04 来看各年龄层的生育率 在不同世代出现了什么变化 首先是婴儿潮世代的妈妈 在1990年代 25到29岁的已婚女性 每年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最高 接着是30到34岁的妇女 而到了2000年代 也就是X世代女性当妈妈的时期 30到34岁的已婚女性 取代了25到29岁的女性 成为生育率最高的群体 原本排第四的35到39岁女性 则超越了20到24岁的女性 成为生育率第三高的群体 而生育年龄明显的推迟了 到了千禧年代和Z世代的妈妈 生育率最高的年龄层 进一步的推高 介于30到39岁 女性教育水平提高 是推迟生育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常毕业了以后 再做几年事情 就差不多30几了 所以在新加坡第一胎的 平均第一胎的年龄 大概差不多31 32 那这个年轻的夫妻 可能结婚了以后 还想要有几年的 过二人世界的生活 所以再过几年 推下去的话 就要到35 34 生第一胎了 除了持生 本地女性也少生 30到39岁的女性 平均的孩子数量 有减少的趋势 没有生孩子的已婚女性 也不断的增加 不过专家认为 不生孩子的趋势 不会成为主流 专家表示 本地有越来越多的 职业女性 要鼓励她们多生育 就必须解决一些 社会上的根本问题 例如家中和职场上 性别角色的调整 让她们当妈妈的同时 也能很好地兼顾 工作和生活 工作和职场上